小杨哥直播卖货的破壁机我们买来了 小杨哥究竟有没有问题 他到底要不要赔一个亿 我们今天揭晓答案 我们先把这个破壁机打开 好 这个就是本次出问题的这个破壁机 这个破壁机呢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把这个东西打碎 比如说我把这个豆子啊 拿进去放到里面去 它把它打碎 第二个是把水加到里面 然后它进行一个加热 那本次出的问题在于哪里呢 在于它前面搅碎的时候 它写的功率是300瓦 但是它实际这个电机呢 只有120瓦 到时候我们最后会把这个电机XK给大家看 今天还准备了另外一个道具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是德利的电力监测仪 它的话能够显示 这上面的这个电器所用的是多大的一个功率 就是它实际的功率是多大的 那本次分歧在于哪里 本次的分歧在于这个金正的厂商 它认为这个机器 它打磨的时候 符合要求 有将近300瓦的这个功率 但是呢 很多人根据他们的业内常识来判断 如果它的中间负责搅拌的这个马达 是120瓦的话 那它整机功率 在进行粉碎破壁的这么一个过程中的功率 应该是150瓦左右的 但是我看了很多现在这些相关的报道 没有说具体这个粉丝买回家的这个功率 它是多大 今天我们来测一下 看一看金正他们官方到底有没有翻车 如果我们又记错的话 金正官方在他们经过检测机构认证的那个上面 它破壁的功率是有240几瓦的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这个功率有没有到240 因为240刚好是一个极客线 如果没有到240 那今天它这个东西彻底就翻车了 按照它的产品提示 首先我们通常电加入一升的水 然后先把它加热 这个机器呢 它要求首次先把这一升水加热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它没有开机之前的功率是0.6瓦 非常的低 我们长按启动 按5秒钟 接着它应该会自动把这水给热起来 现在是780瓦 这个加热的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加热功率是会有一些偏差的 就是在800瓦上下 这个780瓦一定是正常的 经过初始的票洗之后 最关键的环节来了 我们要把豆子和水放进去 然后开始搅拌 看它到底有多少的功率 都倒了 给它差不多 都倒完了 好 现在它的功率是0.65瓦 我们先选择这个豆浆 选择豆浆 点击开始 它大概会有20分钟 搞定 现在来看着这个功率 它先做一个加热 现在是870瓦吗 870瓦它先加热 等我们看它搅拌的时候 用的是多大的一个功率 它就加热功率 一直稳定在860 它这个功率是比较足的 没有虚标 好 开始了 现在是多少 560 760 871 稍等 等它完全开始搅拌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它还在加热 好 现在已经完全沸腾了 加热应该很快会停止 等一下 这沸腾了呀 它这水扑出来了 给我点纸 我的天 大哥别搞呀 弄弄我们一桌子的水 可能是我们这个 豆子放太多了 噗哧噗哧的 这弄的好难看啊 这翻车翻的有点离谱啊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个豆子好像弄太多了 它现在底下 呃 只有豆子没有什么水 我们重新买点豆子啊 刚才豆子全都用完了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咨询了一下我妈 我们知道这合适的比例 大概是1比3到1比4之间 我们这次少放点豆子啊 100毫升 的豆子 然后 啊 再放上500毫升的水 啊 差不多 嗯 好 豆浆开始 这个功率呢 还是860瓦 很稳定 就等它烧开了 看一看 我开始搅了 54 然后就停了 稍等 然后它又要就开始加热嘛 870 拉满了 现在看样子已经马上快沸腾了 34 104 145 146 啊 打的这些最高只是146啊 又开始了 104 148 168 164 166 最高是166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啊 它在打磨和搅拌的这个时候啊 它的功率最高也就160几瓦 啊 那它应该是不符合它的功率描述的 但是如果说它最后能打出一个不错的这个杜云来 我觉得 就没有什么问题 129 165 67 最后是172那一下 现在是110 152 169 173 174 啊 又停下来了 最高是174 167 172 171 又下来了 它就很稳定的在170啊 最高156 最高16 好 我们的豆浆汁组完成了 打出来豆浆我们来尝一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嗯 嗯 这豆浆打磨是非常充分的 如果是你是已经买了 并且使用的用户 我觉得没有 任何去退货的必要 但是 它到底有没有达到厂商 宣传的那个功率呢 啊 那很明显是没有 因为厂商宣传的是300瓦 但它至少也应该达到240瓦 可是我们刚测了半天 最高也就是174瓦 这个是不符合 它实际所宣称的这个功率的 国家所容忍的上限 就是20% 那么最差最差 它得要达到240瓦的这个功率 可惜它并没有达到 所以呢 这个厂商确实有错误标注的情况产生 那如果用户真的把这个东西一路投诉 投诉到最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那我认为是有很大概率啊 能够获得这个假意赔三的这个补偿 那我认为 小杨哥这次翻车翻车在哪里 那其实是和厂商合作不甚 但是这个厂商呢 他问题很多 第一个啊 他自己为什么要虚标这个功率 厂商标300瓦有可能是为了凸显 自己的这个功率很足 啊这个性能很好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最终打出来的其实是符合用户要求的 其实你说你这个功率低一些啊 更节能环保 也不是不可以 对吧 换一个话说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功率标的很高啊才会很厉害 并不是这样子 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厂商 标了300瓦 然后呢实际做出这么一个产品出来啊 啊那他送检应该也是有问题的 不知道厂商通过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让 这个检测报告 能够正常的生成有可能是啊 他也许有费落了这个检测的厂商也有可能是他给 检测的人啊 用了另外一个产品比如说他这个电机功率更猛的一款是符合他那个要求的 结果他实际发货的 是另外一个这个性能 不好的这么一个 破壁机啊 这一切都有可能 但是 无论怎么样说 厂商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的 所以小阳哥我劝 小阳哥不要 再通这段浑水 那这个厂商 呃关系呢和他撇清啊 该赔偿赔偿 对吧 我希望小阳哥能够啊站出来 像罗老师一样 能够做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补偿 对吧 毕竟以后赚钱的机会大把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赶紧承认错误 这是当务之急 这是我的一点点观点了 最后我们来把这个破壁机 他的这个机器拆开 然后看一下他实际里面的电机 是不是 他们说的那一款啊 好了 我们的电机拆解出来了 它上面显示的是额定功率只有105瓦 那么 据网上所传的 一种是额定功率120瓦 一种是105的 那我这刚好是比较低的那一档 在我们这个机器的说明书上 它的基本参数里面有个搅拌的功率 明确的写着是300瓦 并且在这个机子最 最下面的这个地方 也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标 写是 搅拌功率300瓦 那这个机器呢 它实际却是105瓦的这么一个电机呀 最终产生最大的这个 功率呢 是174瓦 这个是 在不加热的时候 纯搅拌的时候 是这么一个功率 如果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的话 那么我们会去再搞一台 九阳的多张机 到时候再试一试 看一下把它拆了以后 它的这个电机的功率 和它实际搅拌的这个功率 会相差多大 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一下这样的测试 只要你们喜欢 我就去做这样的视频 给到各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